字幕 李宗盛 井 delivered by 敬вер的视频 我们今天继续 14 这六 上次14,15的席帖都够给各位了 我们今天进入到 Interval Estimation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谈了 EY EY是Y的期望值 还有Y 这两个东西 想办法帮他们扫一下 他们的信贷区间 知道 这个Y大家都知道了 Y是 如果从我们的回归模型来看的话 这条直线是EY 是Y的期望值 Y的期望 它会在什么地方 它应该在这条线上 可是真正的Y在哪里呢 真正的Y是 所以我们知道是EY 再加什么 加一个Epsilon 加一个难以掌握的一个 血迹变强 这个Epsilon我们说了 它有四个基本假设 那四个假设啊 第一个假设 Epsilon是 唐埃腹部 很好 第二个 期望值为0 第三个 所有的EpsilonI都互相独立 对不对 第四个 所有EpsilonI 它们的Sigma平方都相对 所谓EpsilonI都互相独立 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你看 这个蓝色的点呢 是EY的值 就是Y的期望值 在这个地方 可是真正Y出现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 取决于你的Epsilon有多大 EY大家知道 这个方向是大家可以求 或者可以去估测 但是真正出现的值啊 它应该是EY的值 还在加上Epsilon Epsilon没有人知道 它能多少 就知道Epsilon是常态风部 是期望值为0的常态风部 那你想想看 EY在这个地方 真正的Y 真正Y 是在这条线上 在某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那就看 你这个EY还要再加一个量 加一个Epsilon的量 如果Epsilon是正的 你的真正Y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Epsilon是负的 就是负的这么多 所以你负的 加一个负的 就是从这边向下掉 就掉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你的真正的弯会出现在哪里 有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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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可能在这边上 没有人知道会在哪里 是吧 关键是你Epsilon应该顶多少 这Epsilon可正可负 懂得意思吗 懂得概念吗 所以呢 你真正出现的Y的值 它会环绕在 环绕在这一条回归线上面 我现在打X的这些点呢 打X的点 就是代表真正X出现的地方 Y出现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模型啊 来描述你Y会出现的地方 这是一条线加上Epsilon可正可负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讲过了 那我们说它的Sigma比方说相等 是说呢 它们虽然在变动 这些Epsilon在变动 可是在变动的范围呢 是一样宽的 所谓一样宽是指什么 同学你看一下 老师现在画一条山脉一样的东西 你看 这个走廊是不是一样宽 这个走廊代表什么意思 走廊的宽度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Epsilon的变化的幅度 都一样宽 不会说呢 哦这个地方比较宽 那这个地方就比较窄 所以会形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形成这样的形状 所以这边变化比较宽 然后这边就变化很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边就变化宽 我这边就变窄 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山脉呢 不会是一个同等宽度的一条山脉 一条走廊 那这样的话呢 问题就变复杂了 所以我们假设 这都是假设哦 我们假设 Epsilon的变异数 是一样大的 所以整个的Epsilon的那个 不管它人在这边 或在这里 哪一个地方 它出现的Epsilon的值 是以同等的量 在做变化 跟它变异数是一样 是这个意思 这样懂吗 懂不懂哦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说 Epsilon是互相独立的 这个地方的Epsilon 跟这个地方的Epsilon 任何两个不同的点 比如X1如果在这边 X2如果在这边 它的Epsilon的量 不管是正或负 彼此之间一定互相什么 一定互相独立 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独立的意思是说 你这边是出现负2 不会影响这边也跟着出现负2 这边会出现多少 不会因为它出现多少 受到它影响 懂的意思吗 这叫独立 所以在整个平面空间上头 你任何一个点出现 下一个点呢 重新洗牌 重新归零 不会因为你上一次 或是以前的出现的值在哪里 然后受到它那些值的左右 影响它后来出现的位置会在哪里 这种概念叫做互相独立的概念 独立才好办事啊 独立的话 统计学数学上头才能够得到非常漂亮的结果 如果不独立的话就麻烦 OK 所以这些Epsilon要互相独立的 这些概念呢 我们上一次呢 也都讲过了 对吧 那么另外呢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帮这条线 帮它找一个 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信财区间 它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点 叫X star X star这个点呢 对应上去这个点 这个点应该叫什么 这应该叫EY Given X star 就是你X等于X star的时候 你的Y的期望值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 懂得意思吗 这个点 有没有信财区间 可不可以帮它找一个 假设我们可以找一个信财区间的话 那它的信财区间假设是这样的 这一块 这个长度 就是它的信财区间 另外一个点如果在这边 叫Xp好 那么这边也有一个点 叫E of Y Given Xt 这个点可不可以帮它找一个信财区间呢 可以的 假设它信财区间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找它的信财区间这么快 懂得意思吗 不管你X在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帮它对应的 E Y的值 都可以帮它找一个信财区间 都可以帮它找个信财区间 做信财区间 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帮它找个信财区间 任何的X 对应上去我都可以帮它找个信财区间 所以你看看你有好多好多的点 每一个点呢 对应上去都有一个E Y值 E Y值都可以帮它找一个信财区间 懂得意思吗 把这些信财区间的端点我把它连起来 把这些信财区间的端点我把它连起来 只变成一条走廊 这一条走廊 这个走廊说什么 这走廊干嘛 这走廊所涵盖的狭长的这块地区 这块这块这块区域 是什么样的区域 是E Y这一条线一定会在这个区域里头 你看它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是不是也在这个区域里头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区域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线 E Y这条线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线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线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线 E Y没有人知道对不对 E Y是等于Beta 0加Beta 1乘X1对不对 Beta 0跟Beta 1谁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 所以E Y到底是怎么跑的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能说E Y存在 至于它是以什么样的邪域 坐落在哪一个方位上面 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说 我有95%的把握 我有99%的把握 我有1-α x 100%的信心程度 保证我的E Y一定会在这个狭长的走廊里头 被它涵盖 E Y往哪边找 找出这两条红色的曲线以后 所包含的这一块狭长的地区 我99%保证E Y一定在这个区域里头 懂的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总之点个头 我最怕你们的也不点头也不摇头 懂的意思吗 懂哦 不懂 你家在哪里 我家在哪里 我不告诉你 但是我画两条曲线 我说我家就在这个曲线里头 包含的这块狭长的地区里头 你来找我吧 懂的意思吗 可不可以啊 你家到底在哪里啊 就在这个区域包含的两个曲线包含的地方 可不可以 然后你每天上学都都走哪条道路啊 我才不告诉你呢 可是就是在这个狭长的区域里头 我每天我每天走这个道路 我每天也有可能走这个道路 我每天也有可能走这个道路 我才不告诉你 可是我可以给你日子好过一点 我说啊 你就是在这个狭长的区域里头去找我就对了 这样懂了没有 这就是EY EY是不是一条线 这条线到底在哪里没人知道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它在这两条线所包含的这个走廊里头 它这个概念 懂了没有 这样懂了吗 太心里懂了吗 是吧 还有哪边不懂了 所以这个就要做 是 员 呃这个 怎么领 绝领 绝领 因为它就是长得一样 它就是长得一样 你问它说 你为什么长得一样子 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它只能告诉你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待会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比较窄 旁边会很比较宽 待会我们一个数学室出来以后 你就了解 可是直接告诉你数学室 你会觉得很很乏味 但是我现在画这个线 会会引起你的兴趣 会觉得 对啊 这很有意思啊 还有什么问题 宽度 它宽度 它宽度就会 会不一样 假设你信心程度要大一点的话 估计一下 用你的直觉 我信心程度如果大一点的话 我这个狭长的这个区域的宽度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变大 我从95%的把握变成100%的把握的话 或是99%的把握 我一定要怎么样 你知道 拉快一点我的信赖局限的长度 才可能达到99%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这到头可以看 还有什么问题 是 专点是吧 专点从哪里来 我真的很高分 专点 我现在告诉你专点 你们都很想这道专点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开始有兴趣 这样讲你有兴趣 我如果告诉你数学室的话 你会觉得很无聊 好 现在你看一下 我基本上我要找EY这个值 叫什么 叫性爱区别 这个兴趣 这个兴趣 你必须要告诉我 它坐落在哪里 好比说 它在某一个X大的位置之上 某一个X大在这个地方 对应上去的这个EY 假设在这里 这是我想要找 这个点的信赖区间在哪里呢 怎么找它的信赖区间 我们回问一下 我们的信赖区间 假设μ的信赖区间 我们说μ的信赖区间 conference interval是什么 是X bar加减 根号N分之Sigma 乘上ZNα 现在你不是找μ 你是找EY 这个值 这是个点的值 这是个点的值 因为它现在是在X大 这个point上面对应出来的EY 所以它是个点 那么 这个点的信赖区间 想办法你看看信赖区间 结构里面 你先从一个点估测开始 μ的点估测是X bar 没问题 点估测上下 上下 整扎一下 向上整扎一段距离 脚 向下也整扎一段距离 所以上下就整扎一段 是不是有一个区间出来 所以一定要以那个点估测 当它的中间的那个 那个值上下 拓换一下 得到一个信赖区间 这个是信赖区间的概念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要找EY的conference interval的话 EY的 你要找EY的conference interval的话 它一定是什么 找一个它的点估测 各位同学 它的点估测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说EY是回归线 回归线我们不知道 我们找一个回归估测线 各位同学EY是这一条线 它的估测线长什么样子啊 Y hat 等于什么 V0加V1 乘以X1 这个是它的估测线 所以你现在要找个点估测 各位同学你看看 这个点 这个点的点估测 这个点是在X star上面啊 这个X star的这个点 如果换成这个估测线上面的点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不是应该 Y也降到Y star好了好不好 就是V0加什么 V1 X1 Star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对啊 很好 所以我们就这样办 我们说啊 它是 这个 Y Star 看这个点 当点估测 加点 这个是X star的标准差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下 Y star的标准差 我们把它叫 Y star的标准差 我们叫S 事实上你可以说 那我们 我们应该用Sigma 来代表它才对吧 为什么不用Sigma 为什么你一下子投降了 用S呢 就是我们学到这个 我们知道的 在回归这个地方 我们的Sigma平方 指的是 Epsilon的Sigma平方 这个Sigma平方 我们一般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都用什么东西取代它 用S平方 也就是MSC取代它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我们这边啊 基本上呢 谈的东西一定都 都是什么 都是 固测量 所以一定是用S取代它 S平方取代了它 取代了它 取代了它以后呢 它就不是Z了 它是什么 T公布 对不对 那你取代它的东西 一定是用S平方啊 S平方就是MSC MAC的自由度是几个 292 很好 然后212 所以这个事实 不难记啊 这个事实就是你心中 如果有信贷区间的概念的话 这个事实不用Stay的 一定是一个点估测 EY的点估测就是Y YHAT加减 这个YHAT的标准差 那YHAT的标准差 现在要去找它的话呢 就比较超出大家的程度 但是呢 我们这边直接给你一个试 告诉你说呢 YHAT的标准差 长什么样子 好 同学你看一下 课本其实也有写这个概念啊 它的标准差 首先我告诉你 平方 它的平方是什么 就这个数 看到了啊 这个是指说 它这个量是变异数 是YHAT的变异数 而不是YHAT的标准 标准差 就开根套就好了 所以我把它弄个S平方 这个S sub Y star hat的平方 是等于S平方 就是MS1 乘上瓜糊 N分之一 加上这个量 这个量 这个量 这个量里面那么复杂 分母大大都耳朵能详了 对不对 分子这个东西需要稍微说明一下 X star跟X bar之间的差距 同学X star在这个地方 X bar是什么意思 X bar是什么意思 X bar是 X bar是什么 X bar是所有的 N个 X相加除以N 对不对 你现在有N个点 你在这边有N个点 这N个点是不是有N个xi N个X坐标 这N个X坐标的平均值 叫X bar 假设它在这个地方 假设它在X bar在这个地方 X star跟X bar之间的差距 就是这段距离 这段距离就是 就是它 把它平方 去除以全部的 总的变异 X的总变异 懂得意思吗 所以就变成这个量 那这个如果 如果你不要看到平方 那你就把它取 排根号就行了 这个就是 它这个量 把这个量带到这里头来 插表串一个T值 记住它的自由度 OK 就可以一一算出它的信赖区间 你给我一个X star 我带进去 找一个Y hat 带到这里头来 找一个Y hat值 然后用到Y hat值 当Y hat Y hat Y hat不是这条线 Y hat是一定在 在某个地方 假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加减上下一个位置 得到一个信赖区间 这就是它的信赖区间 现在我如果另外一个值 在这边 一个X在这边 我一样先找一个Y hat 然后再上下 再找一个信赖区间 好吗 然后信赖区间的长度 各位同学 你看看 Y star就是固定了 这是一个值 然后加减 这个量也固定了 自由度 二分之阿法 这个量子固定的 唯一会变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看看这个变 这个变怎么变 哪边变呢 X比方也没有变 N分之也没有变 分母我们也有变 唯一变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能够变法 指方你的X star 如果越靠近X bar的话呢 分子是比越来越小 最小最小会小到多少 最小小到多少 X的值跟X bar之间的差距最小可能是多少 你正好在X bar坐标上面 正好在X bar上面 如果你正好在X bar上面的话 分子等于这项全部都不见了 那个时候是你X最小的 懂的意思吗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信赖区间的长度 哪个地方 哪一个区位是最狭窄的 哪个区位最狭窄 最窄的地方就是 在X bar这个地方 在X bar这个地方所找的 它的信赖区间的长度 这个长度是最窄的 那么离X bar的时 离得越远 它的宽度就会越来越增加 看到没 这个值就越大 现在信赖区间的长度就越增加 对 可以看得出来吗 看懂了吗 对 这X平衡就用MS1 用MS1就好 你看 这个地方 我写给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 Y hat的变异数 这个的变异数 是 V0的变异数 加上 V1的变异数 看到 乘上X1 star的平方 再乘上 V0跟V1的 Covariance 对不对 这个 V0这个东西我忘记了 但这个东西我们课本也写 这是什么 是Sigma平方除以 所以什么 Summation的这个 是这个 对吧 然后还在乘上X1 star的情况 这边呢 V0的Varance 也有一个很类似这个东西 它的父母也一样 拿到乘上Covariance Covariance我不知道等于多少 真正的 Y star的Varance 应该是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 进一步就化剪它以后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个 是这样来的 那其中有Sigma平方在前面 所以Sigma平方不知道用X平方取代 是这样得到的 所以你说如果用 把这个东西不用 而去用一个MSE的话 MSE就是S平方 用X平方放到这里头 那这是不对的 你是不是在问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太多没理解 嗯 喂 你要不要来画个图 你来画个图 你来画个图吧 来画个图 来来来来 那没关系 那就先暂停 没关系 要不要继续啊继续啊 表示你看我们教学很互动啊 同学都可以上来教老师啊 很好啊 继续继续 哪边画个图 哦那是EY 对 哦那是EY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YX的问题啊 不是来浮测他的吗 对 那 就是浮测他 不是也会在这里跑吗 哦 他跑的幅度跟他不一样 看到没 他跑的幅度是这个 对 所以我想说如果从旅行上 为什么不是跟他跑 所以我来想说 他的标准他就是越远 哦 好我懂你意思了 OK 好谢谢 各位同学你看 他的变异数 这个 这个跑的幅度是谁的幅度啊 各位同学 是Epsilon的幅度 对不对 而且这是理论上头 可是我们现在谈的不是Epsilon 不是理论上头的概念 他的是谁的概念 是这个的概念 是这个的概念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实际上我们去抽出的点 你看看没 是不是这个 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是实际上头你从N个观察点 N个observation 从N个observation得来的 从N个observation得来的 你说你是在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在平面上头你找了这N个点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点是你给我一个X我告诉你一个Y 你给我一个X我告诉你一个Y 你给我一个大学的人口数 我告诉你银额和交流场 实际上头你有这么多的餐厅 然后你把它画一条线出去 在这条线上头你估测 你算出B0跟B1出来 然后你算一个Y hat的值出来 对不对 那什么是他的变异数呢 他的变异数是什么 是你给我一个X 假设X在这个地方 假设学生人口数这么多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家餐厅的营业额会是多少呢 会是多少 你说是Y hat这个 这个值 是B0加B1乘以X1 你给这个X1 然后你带到这里头来 去算出这个Y hat出来 对不对 可是各位 这个值不是固定的 因为B0跟B1也不是固定的 B0跟B1是什么 是不是随着你样本在变动 所以它有一个Variance 它也有Variance 它也有Variance 两个也会起舞 共同起舞 有个CoVariance 所以整个这个Variance 它会震动 会比原来Epsilon的那个震动 还来得大的 多大 这个是指告诉你 数字会告诉我 数字会说话 数学说的话 所以它不是那么单纯的 是Epsilon的那个摆动 它是在现实生活上 你可以收集到的 那个变动的幅度 那那个幅度 比我们理论上 假设的幅度大多了 对吧 他有在思考 有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他会想说 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办 这是很值得鼓励的事 对不对 其实任何事情 我跟你讲 只要你了解 他在讲什么的话 你一定会透过自己的想象 就会想出很多可能的这些 产生的问题出来 这个这个是 只要你了解 只要你进入这个世界里头去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反应出来 这是正常的事情 那同学为什么想不出来 或是你这个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其实可能是 要不然你还没有进去 你人在这个地方 可是不知道 你的心不知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是吧 那也有可能是 你可能不太在乎这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啊 稍微想想看 假设往现在 人在回归的世界里头 你就一定会想到 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出来 或者是有些同学 他已经会了 有问题吗 那些人 懂了没有 所以他的变异数 y hat star 的变异数 是这个东西 不是只是 s平方而已 s平方乘上这个东西 那各位同学 你再进一步再看 这个量会多大 你都不知道 s平方 大家不知道它等于多少 可是s平方乘上 n分之一 各位同学 是n分之s平方 n如果是10 是s平方的十分之一 那可能不大啊 对不对 这个量各位同学 我再问一下好了 这个量你觉得是多大 比1大还是比1小 比1大比1小 n分之一一定比1小啊 小很多啊 那这个东西又是比1小 看到没有 这两块很复杂 事实上这两个值加起来不到1 所以整个这个量啊 开根号里头的量 比s平方还怎么样 还小啊 看到没 所以事实上它摆动的幅度啊 不像我们所想的 你觉得 ε平方那么大啊 ε百动的幅度是s平方 那它估计量是mse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 y hat 的摆动的幅度啊 连一个ε百动的幅度 都还不如它大 从这个量上的 我们可以来了解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 要稍微修正一下 我刚讲说会比较大 事实上你从这个量来看的话 它的量是比较小的 对不对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它 它会摆动 但是摆动幅度 你看连一个s平方都不到 这个量都是1不到 这个1不到 这个水很显然的是 比1还小 所以它摆动幅度不是很大 可是这个是个好问题啊 大家想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式子 给我任何一个x star 我带到这里头 先算一个y star出来 y star怎么算 这个y star是从v0加v1乘以x star 用这个式子算出来 这个怎么算 这个是用这个算出来 然后t是x表出来 所以这个并不难算 看起来复杂 并不难 所以这个 这个信赖区间 叫什么信赖区间 叫做 e y的信赖区间 y的期望值的信赖区间 y的期望值是这条线上的点 它的信赖区间 就是这条曲线 两条曲线上下所包夹的这个狭场的地带 就是e of y e of y 是一条线 对不对 的一个包夹区 还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我们下回学习